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阿渡 今天我在西湖边采访了一位大爷 企业单位退休,公寓也有43年了 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的退休金呢?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1000块钱 6000块钱? 企业单位 之前在企业单位做什么工作的呢? 什么工作反正是一样的 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 企业单位都是不管什么职位都一样的 退休以后就那个钱 就那个钱 上一年的平均公司的百分之几 比较怎么样算的 都是一个价 一年第一年高 但是呢,跟不上事业单位和公务员 跟不上 差的太大了 差的很大 原来差两三倍 现在呢? 现在稍微缩短一点 稍微缩短一点? 稍微缩短一点 差一倍 你工龄多少? 能拿6000? 我 工龄 我不是 43年 43年很长的 很长的 你拿企业单位嘛 你没办法的 43年? 公龄 你几岁才想工作的? 19岁 19岁就工作了 到部队去吧 部队 部队就算是工作了 到部队去就算工作了 部队当兵吗? 当兵 当兵就算 就开始算了 那你 然后就 在 43年半 43年半 你这算很长工龄了 是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没办法 你对这个工资 满不满 满不满意啊? 这个退休机啊 这个钱呢 这个没多 就是 用用是够的 用用是够了 也比打开 也比 一起来 他们在这个待会 我们在这个待会就不一样了 是啊 而且相差不是一千两千 相差一倍 是 这个 这个就不高兴 实际上用用是够了 用用是够了 你还有什么好用呢 啊 没什么好用呢 你用不满房啊 你用不满房啊 看病啊 看病工地啊 也够了 哎 真的真的 哎 真的那个那个那个 负担不了的 要自己拿出来 这个费已经差不多了 哈哈哈 日常花销 日常花销不要 你们老年人一般 你吃什么东西 就是一块好吃 吃一块第二块就吃不下了 你们老年人一般一个月 要花多少钱 一个月生活费啊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他们一天当晚在外面玩的 嗯 那就是挥霍 挥霍 那钱拿五千六千七千 一贯都拿到外面去啊 像我们这种不愿意玩的 不怎么玩 不怎么玩 不怎么玩的 家里钱都放 嗯 人家不多了 人家需要给人家 哎呦 还给你一点啊 他们需要给他们 你不存一点养老啊 有啊 对你至少 那给要给的有度啊 给的有度 你不能全给啊 你还给阿里一点 阿里他自己也能挣钱了呀 对啊 他比如说买房 买房是要给的 哎 买房 他一下子弄的弄多 那是要给的 那是要给的 对不对 那你有钱钱钱帮了 嗯 一般用的是够了 就是心理不平衡 不平衡 不平衡 哎呀 像上一千两千元就算了 一倍 企业单位跟事业单位 它本质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事业事业单位 那是给事业单位 是给国家服务的 那甚至不一样 你这你这你接受不了是吧 这个当然有想法 不是钱于这个这个这个不公平 啊 这个反应是不公平 不公平 在工作的人啊 啊 两三千块的 啊 是啊 三四千的这个都有 是啊 不是跟他们比 你跟你跟上面比不公平 我跟我们一起的这些 啊 一起 同辈的 同辈的 他们在这个 事业单位工作 我们在企业单位工作 啊 这个邻居啊 什么那都不公平啊 大爷你要这么想的话 嗯 跟你同年龄 大爷您今天多大啊 我八十 八十 嗯 跟你同年龄的 有八十的 还在工作里 嗯 那个那个那个 有没有 有的 那个是为儿女的 在在做环卫啊 扫地的都有的 那还没办法 是啊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 比人比人气死人 一比呢 人比人气死人 我跟你讲 这个那一台就做得不好 这个事情做得不好 听完这位大爷的叙述 大概就知道了 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 退休金还是有差异的 虽然这位大爷有43年的功龄啊 但退休金也不是特别高啊 大家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